新北市宣布9号起到15号全市餐厅取消内容 暂停开放体育一文长官 台北市长柯文哲考虑到 目前台北市仍没有出现确诊案 以不跟进为主 维持目前防疫等级 虽然双北还是首度生活圈 很多标准理论上应该要一致 不过在台北市没有确诊案例的状态下 虽然有很多居家隔离 但是目前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阳性例 没有出现确诊例在观察当中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 我们还是要在疫情跟经济当中取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结论是这样 目前台北市在防疫等级没有要做什么升级的动作 但是我们要求 目前的等级要落实 我们没有取消餐厅内用 但是原则上是这样 可以外带还是外带 内用也没有禁止 但是拜托你 那个隔离还是要做好 不管是梅花做的 或是隔板 反正在这段期间 我们没有要 立刻升高等级 但是请大家 要落实目前的二级防护 柯文哲也呼吁市民朋友务实做好防疫措施 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群聚烤肉问题 虽然没有硬性规定 但仍需遵守保持社交距离 减少群聚原则 他也重新审视台北市防疫量能 强化疫调小组人力 防疫计程车与防疫旅馆也持续扩增备源 将每次的危机化为转机 严正以待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每次都到此时 BC文台北报道 3 广州